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 山歌我是作为作者铁青先生的代言 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位上海老帅哥 虽然已经年遇古兮 还是能依稀看出当年的风采吧 所以老乡们别误会 青春蒙难不是山歌我的故事 虽然我的故事也很好听 以后有时间 行事允许了再讲给大家 现在说我怕会吓到您 玩笑玩笑啊 主要是没时间 这样 不知道铁青先生故事来龙去脉的朋友 请翻到开篇那一集看看啊 我接着说铁青先生的故事 这一集请跟着我回到故事坐标的原点 从长乐路刘园往正北方向走 刘园小区33号就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穿过出版社的草坪大楼 从后门出去就是巨鹿路 巨鹿路的675号是刘吉生的故居 现在是上海作家协会 旁边的889号花园别墅 也就是中央57号文件中提到的林彪之子林立果的联合小舰队 撰写的571工程政变计划所在地 特定的时空 把原来的二维坐标换成了三维 就可以把风马牛不相及的平民百姓和震惊中外的林彪叛逃事件连在一起了 一下缩短了距离感 变得唾手可及 让草根也变成可以关心国家大势的主人了 这一处英式联体洋房 原先是亚西亚火油公司外籍职员的寓所 后来也做过南京军区空军第三招待所 内部称之为陈英宾馆 现在的巨鹿路已经被打造成了欧式风情街 这里布满了各具特色的欧鹿高级餐厅酒吧 招牌缤纷醒目 为客人提供休闲品尝的选择 1971年3月21日这一天 这里却成为后来家喻户晓的是非之地 林立国和周宇驰 于心也 李伟信在这里密谋策划 这之后 于心也执笔起草了571工程纪要 这里我不想重复人所皆知的情节 只想讲述一些我所知道的耐人寻味的另类故事 先说说领航员李承昌 很巧 这一位也是我这一集故事的一个私家信源 拿出来和朋友们分享 1971年9月13日 林彪 叶群 林立国乘坐256号三叉几客机 从山海关机场起飞 随后坠毁于蒙古国温都尔汉 折击沉沙 飞机凌晨起飞的时候 师的副政委 机长潘景寅只带了三个机务人员就匆匆忙忙的登机 这个时候还在睡梦中的李承昌 康廷子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 快上机场 手掌到了 赶快走 李当时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 下意识的穿上了飞行服 一边系扣 一边往外跑 刚跑出门十多米 听到了三叉几发出的加大油门的呼啸声 怎么飞机已经开车启动了 李 康等人急了 联盟一百米冲刺的速度向停机坪冲去 但还是晚了一步 等他们跑到飞机跟前 只见飞机已经收起了梯架 关上了机舱门 开始加速滑行 由于滑行过急啊 右边的机翼尖还轻微刮到了油罐车 领航员李成昌 第二机长陈连炳 中队长飞行员康婷子 通信员陈松赫 服务员魏秀灵都没能赶上飞机 他们目呆呆的望着256号专机滑进跑道 由东向西起飞了 起飞的时间是13号的0点32分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913临标出逃前的一幕 或许是机长潘景寅预感到了什么 知道这一次是不归之旅 才有意识地迟些叫醒机组其他人员 两个小时之后 飞机在蒙古国温都尔汉坠毁 李成昌等等没有赶上256号的机组人员 捡回了一条命 而他们回到招待所不久就被看管了起来 从此一系列的厄运就开始降临到了他们头上 被关押 审查 无休止的盘问 劳动改造 停飞 经过严格审查 李成昌和913事件并没有瓜葛 直到1976年3月他复原回到了上海 当了普通工人 几年后国务院中央军委专程派员到上海永久自行车厂 为他平反所谓落实政策 之后李成昌才有兴趣和我哥讲起了上述鲜为人知 惊心动魄的亲身经历 由于李成昌飞行领航技术过硬 他曾经多次服务过刘少奇 周恩来 朱德 董毕武 邓小平 叶剑英 李先念 宋庆龄 陈毅 贺龙 徐向前 林彪 江青等领导 完成过许多外国元首政要的专机领航任务 我哥呢 鉴于李成昌上尉不凡的资历和能力 重新为他安排了工作 恢复了职务待遇 大胆放手委任新职使用 鼓励他发挥余热 如果没有伯乐使马 就很难使他有了从容转型 开始心生意说了 好 今天咱们先讲到这儿 后边还有更精彩的故事分享给您 谢谢您订阅点赞本节目 然后分享给朋友 咱们下集再见